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中央气象局在今天晚间8点半 发布今年第6号中度台风烟花的海上台风警报 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 今天7月21日晚间8点40分 中央气象局防疫期间 第6号台风烟花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大家好 烟花台风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 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 过去它的强度从中心每秒38公尺的强度 增强到每秒40公尺 而它的暴风圈也从180公里扩大到200公里 我们预估未来它在向西的过程当中 它的强度倒还是有增强的趋势 而在向西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提醒未来24小时之后 它的暴风圈也会接触到我们的东北部 跟东南部海面这些地区 我们要提醒这两个海面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 除此之外 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地区 还有马祖地区这些地方都有常浪发生 那么在西半部跟东北部跟东部地区 也都会有8到9级强阵风 而说到台风逐渐向西靠近我们的影响 其实今天在白天 我们从雷达回复图上面可以看到 不断有一些云系移入台湾 尤其在北部地区 下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时间上已经越来越频繁 除了这些地区以外 其实在中南部 花冬也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而这些降雨今天一直到明天 会越来越持续 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图告诉大家 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在整个北部地区 它其实下雨还是比较明显的 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 除此之外 在中南部地区跟花莲地区 也都会有些局部的降雨发生 明天白天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降雨依旧是比较持续 特别在山区也都要留意 那么中南部跟花莲 依旧都是比较偏向局部的短暗阵雨 那么至于在台东跟澎湖金门马祖 则是维持多云道情的天气 但是午后台东地区 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我们要提醒北台湾这样的降雨来说 在周四一直到周五周六会持续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预估在周五到周六这段期间 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降雨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特别在周五到周六 台风相对是比较接近的过程当中 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 最后我们有一张图为大家做总结 从烟花台风未来持续在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 那么今天晚上受到外温还掉的影响 刚刚我们提到北台湾北部宜兰晚上的降雨逐渐的增加 另外沿海的风浪会逐渐的增大 明天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北台湾的风雨逐渐增加 中南部也有一些风雨开始会出现 特别就是在沿海在空旷的这些地方 可能都会有八道九级的强震风 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明显 要注意强风豪雨的行星 特别我们刚才提到北部山区 要延防豪雨以上的剧烈降雨 那么在中北部 东北部地区 南部的山区也要注意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 台风周日的时候已经到中国附近 并且开始之后逐渐向西北远离过去 到时候我们要注意 新南风可能带来一些 比较不稳定的环境 新南风可能对中南部地区带来 还是有一些短暂正雨发生的情形 其他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降雨发生 我们要特别提醒 台风现在逐渐接近 海边都已经有长浪发生 沿海的风力明天开始增强 北台湾的降雨也是开始 从今天晚上开始越来越明显 未来台风虽然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从过去的预报 是有稍微比较偏北离一点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 周五这段时间到周六 整个台风在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其他的变化 我们都还会持续的观察 以上是这一节的最新气象资讯